记者蔡正民苗栗报道,苗栗县院里镇台一线141K一间便利超商前, 今天中午12点多发生一汽车祸, 由36岁赖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行经台一线时正打算左转超商旁小路口时, 不料前方一辆小客车突然回转, 让赖男措手不及,紧急刹车, 结果小货车旋转一圈后,差点撞到超商, 最后只撞到一旁红绿灯标志杆, 赖男并无大碍,让救难人员都说, 这旋转实在太神了,警方初步调查, 赖男表示,当时因见到自小客车突然回转, 怕撞到车辆所以急煞, 索性车辆往前急速前进后转, 未往前撞去,只波及到红绿灯杆, 人员无碍,而赖男酒测职未灵, 至于另一辆突然回转的自小客车, 事发后建车未受损理自行离去, 目前警方已经通知车主, 到案说明状况, 厘清双方责任。